字幕提供 大家可能这个周末过得会有一点不开心 因为原本我们这个元月第一个礼拜的开门红 最后没想到这三天是把前两天的涨幅全部吃掉了 结果周线是收黑 特别是今天台股非常惨烈 上下震荡了非常剧烈 震荡了310点 那么中场是大跌了198.16点 连18200点也守不住了 但是成交量有到3268亿元 那今天周线收黑 而外资也是在卖超大卖了132.29亿元 不买了 然后投信跟这个自营商都有一点小小的调节 那么总共是大卖超了153.83亿元 那么台面上的终点 其实今天中小型股市都是一片惨兮兮 而且贵买指数是回测季限 感觉是特别的弱 特别是今天爆发出 哇 有60个人是这个Omicron 看起来比昨天是更进一步的 这个群聚扩大了 所以现在资金赶紧转往相关的防疫概念股 所以今天像是这个防疫类 检测类 不管是大商贸什么 都有一波不错的涨势 另外当然随着这个疫情开始 那么整个攻势就重演了 除了防疫概念股开始红之外 再来大家要窝在家里 是不是宅经济又要发酵了呢 所以今天包括了宅经济相关概念股 以及游戏跟物流 都是在这个今天大盘 这么惨烈的状况之下 还能收红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请教丰路老师了 今天这个整个电子族群 大家都是一片惨兮兮 完了下个礼拜我们布局的重点该在哪里 下礼拜的布局重点 当然是这个礼拜强力拉回 但是营收好的工资 其实就指数的位置 我已经跟大家报告过了 我们在前两天跟大家讲 这一根的藏红再上去 其实这是买力捷径嘛 所以买力捷径之后 它本来它就会做一个调整 那隔天创新高之后再压回 这三天啊 其实周一到周三 大家看到指数 等一下我探到送 因为指数涨个股大多不涨 对 涨了一些全脂股 低档反弹的个股 但是大家比较习惯的 这些中小型的电子股 其实从周一涨完之后 周二 周三 周四 包括今天 其实是连跌四天 贵买指数它其实今天在回撤季线 那还有一点小空间 所以我判断啊 这一波的回档 从大盘再来去看推估的话 我昨天跟大家报告说 这里是第一个强劲支撑嘛 一万八千二 被跌破了 其实这个也是去年的收盘 收盘的收盘价 一二八一二 曾经触到一下子 跌破了 好 跌破了 今天收盘其实跌破一万八千二 那第二关这就是强力支撑 你看这边线画的比较小条 这个比较粗 比较粗 这个一定要守住 但也一定会守住 我先跟大家报告 有利空的下跌 它就不会跌太久 我们今天是因为 Omicron的一个疫情 那它在周末之后消化完 然后礼拜一 见个小低点 它就会开始反弹向上 因为像我看美股现阶段的一个电子盘 已经不跌了 美国有没有Omicron 有 单日确诊有没有超过百万 有 我们确诊有没有超过一百 没有 人家单位是万 我们的单位是不到一百 我们是62人 所以大家不要把这个太过于担心 我再次强调 Omicron它现在已经进化了 这个病毒很聪明 它进化成什么 我传染力很强 但是我不侵入你的肺部 所以你不会重症 你不用住院 我也不会让你味觉丧失 你就不会觉得很严重 它其实就是简单的什么 小感冒了 那这就是病毒的进化石 那我们人类的进化石是什么 我们不断的往高科技 更方便的生活 更高科技的一个生活去做迈进 所以我们来看到 先指数的部分做一个总结 下礼拜最差最差就是来到这里 之后就会开始涨 好 这个是我直接下 但是我先跟大家讲 它的区间应该是在这附近 这一波应该已经定调到 一月份的高点 我这样讲可能会让很多人很难过 什么高点怎么那么快 一月份的高点到 但是第一季的高点远远没有到 我还是一样这样讲 记得12月份我来上韩祖节目的时候 我就跟韩祖讲说 12月份定调站稳万八 会创新高 第一季我看万九到两万 好 那什么新春开红盘 三天就已经来到一万八千六了 有点快 太快不好 气势如虹 气势如虹 气势是如虹 但是我一直跟大家讲 你看周一周二周三周四 包括今天连续五个交易日 指数其实是冲高又回落回到原点 对 但是下跌加速周一到周五 每天都超过一千加 对 是不是 内容结构不好 那就表示先这段的一个市场资金 它没有很稳定的一个 好的方向可以追寻 它是跟着题材每天在轮动 我要跟大家报告 如果是一般的投资朋友 你每天跟着这个股票去做轮动 你一定赚不到钱 因为你今天追了明天就杀 你今天再追明天又杀 这个就不会是良性的一个 上涨的一个动能 它反而是需要今天 经过了这样的休息整理 好 我干脆一次都打回来 好 打回来在这里 这里是一个强劲支撑 势必会守啦 然后我们再用筹码来看 这里买最多是谁在买 这里买200亿对不对 外资喔 是不是外资 关股有没有买 没有 投信有没有大买 没有 投信这两天才刚开始小量的买 那今天 昨天其实 还是站在比较站在卖方的部分嘛 好 那调节下来到这里 马上第一季我还是要讲 圆月一定有行情 只是指数先冲高 空间拉开来 个股压低才会有肉可以赚嘛 去年的基期这么高 很多股票涨三倍 五倍 十倍都有 那你涨这么多 你不先压低后来 怎么再涨上去 所以投资品有这个概念 你就知道 我不用每天去追今天的强势股 但是我可以从里面找到 你适合中长期投资的标的 好 这个都重点了 指数已经先交代完了 下个星期最差 大盘18000点强力支撑 贵买指数来到季线 一定是支撑 第一次一定不会破 所以你只要去看你手中的股票 它如果来到季线不要杀低 就算跌破季线 只要季线的趋势是向上的 两三天它站稳 还会再继续上 好不好 这个先给大家一个定心丸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盘面墙 当然了 来 防疫概念股 防疫概念股 毛宝 你今天去追有没有肉 有 但你要先去注意一件事情 它前三季的获利只有0.38元 那你如果看它上半年是0.39 它第三季是亏损的 去年是不是第二季 五月份的时候 出现了大爆发 但它营收有没有成长 还好 没有 第三季还是呈现亏损0.01 那你说它今年来看的话 我们再讲第一季要看的是 高值率率还有ESG 它哪一点有沾上 高SG 那ESG还是高值率率 不可能嘛 前年赚9毛钱 去年前三季只有赚3毛8 我认为它全年应该赚不到5毛钱 赚不到5毛钱就等于是衰退 但股价多少钱 45.45收涨停板 筹码因素 那技术面上符不符合 现在的操作逻辑 可以喔 现在都用技术面操作 这个是不是人家讲 突破整理平台 发动攻击 爆量收藏上 本来要休息 还有疫情 再开高 开高整理完之后 你有没有发现 它今天可以率先攻上掌灵 是因为技术面 它突破前波的高点 这个就是短线当中 隔日从去索码 我认为这种适不适合长期投资 不适合 不适合 我说过人类的进步 主动是来自于科技 这个清洁剂会不会是高科技 不太容易嘛 而且这个是大家都熟悉的新闻 我认为它是短线技术操作 这不会是我会推荐给大家 长期去布局的 因为你要布局一档个股 你要跟它长线发 长线的一个攻击 那我们再来看其他的 以后大相谋 这三个字要背起来 大相谋大概就是三日行情 三日行情自己操作 只要疫情有进一步的扩大 通常资金都会突然冲进去里头 恒大也是如此嘛 恒大你看 它这里也是掌掌跌跌 都是当冲为主 过了这个高点 去跑去索掌庭 爆量了 爆量就是有很多人卖出来 很多人当冲 这种再往上供的力道就比较弱 康纳箱 现在的一个口罩 到底谁买不到口罩 现在的口罩比去年是便宜很多 已经供过于求到一个程度了 那你如果去看一下恒大 它现在每个月的营收 都比去年衰退80% 去年赚了超过20块 今年前三季只有赚3块 那这种大衰退的股票 长期来讲不是适合大家的 反正我昨天跟大家讲的 动力KY 我刚刚看到它的营收公布 月增加19% 年增超过30% 那这种公司才是你要去找的公司嘛 本身是所谓的绘图卡的散热风 那个散热的一个风扇 它又切入到车用风扇 它现在又开始迈入到所谓的一个 防疫用的立基型的自我品牌小家电 随身可以用 然后办公室车上也可以用 然后大的一个场地也可以用 我觉得这未来它的产品会大行其事 这是我们昨天跟大家讲的嘛 那它的获利又好 去年前三季赚4.96 全年大概可以赚6.5 那股价才60块不到 今天最高点就60.3 还是相对价格比较便宜 那另外的话零接触的商机 像今天大家又在想 宅配通又来了对不对 一样的技术形态 对 来 把这些都记起来 这就是三天啦 这个创高又爆量 你就要去留意 爆量只有高点不会太远 然后你再来看 家里大荣 昨天留这么长的上影线 今天又是创高爆量 爆量换手 这个也不会超过三天 请记得 那富邦梅去年前年 因为生活形态改变 是不是电商 它股价是从300多块 一路涨到超过2000块 将近2000 对 将近2000 那现在股价这里 适不适合大家投资 不适合 但是有一档公司 跟它过去是一食余量 网家 网家过去是500多块的公司 它500多块的时候 富邦梅才200多块 现在富邦梅快要2000块 还拉回来 网家只剩100多块 关键在哪里 物流 因为富邦梅很早就在各地 都建立了物流仓库 但是网家他就想说物流仓库 我就是北中南 台湾就这么小 北中南各一个就够了 结果他发现 疫情真的来的时候 根本来不及发送这些产品 所以用户体验不好 用户体验不好 它的一个营收就开始下降 东西其实在电商 大家都差不多 那关键就是你的一个物流配送 还有你的一个客户服务 这就是客户感受 所以他现在开始 继续在做转变 包括投资的香港的物流 新创的一个公司 透过这样子增加它的卫星舱 然后再跟中华邮政区合作 所以它的一个物流这个部分 过去的软肋 已经正式的一个改进 再来 它今年发展所谓的Fintech 这个创新金融 这个我觉得会是一个 长线改变体质 因为它还要挂入第三方支付 最近有一家公司叫Oh my God 股价今天还高大涨停 也是涨停 对 创新金融第三方支付 它的子公司 绿界即将要IPO 是的 挂牌可能超过千元 这是史上最高 所以有这样的题材 隐含的题材开始 我觉得这个反而可以留意 再来加上它又取得了 所以新的一个创新金融里面 包括说像 先买后付的一个服务 还有就是益安网 这些线上保险 我觉得这个题材比较好 股价在底下刚刚冒出头来 12月差不多整理了一个月 对 在120打号底了 对 整理也很久 那11月的营收 才刚刚算今年新高 12月的营收 应该有机会再维持今年新高 接下来1月2月 又是消费忘记 我觉得这两个公司 反而我觉得 投资费用 你可以好好去做一个留意 那这些的数据 留给都是让大家作为一个操作上的参考 好 那最后要请教风露老师 就是其实大商贸 大概已经有一些投资人 大概在两三天前就受到了这个疫情 可能会进一步升温的这个趋势 因此早就已经攻进去了 但是呢 所有的宅配 还有这些电商族群 是今天才开始发动的 如果你说三日行情的话 那是不是今天 还有下个礼拜再冲进去 还是有机会的吗 我认为下个星期 应该它主要是以电商为主 因为宅配它今天已经爆量 那它的一个爆量的位置 再往上攻高就不会太远 请大家记得 它们的一个操作都是爆量之后 它会容易什么 创短高再休息 爆量非高点还会有高 但是过去你要去看它 这一两个月的营收没有上来 我的一个强调重点 营收才是股价上涨的一个 真正的实力 真正的一个后盾 对 那你去看一下 像刚刚我们说的大香茅 营收有没有上来 没有 你仔细去看营收都没有上来 那物流的话 其实在这里面上来的空间也有限 但是电商 包括我刚刚所说的 富邦煤还有就是网家 它们11月营收 已经公布了 已经大 已经是非常的一个大成长 12月看起来应该也会大成长 双11本来就是大月 双12也是可以继续接爆 对啊 那马上又圆月了 如果又有这样疫情的部分的话 我觉得相对来讲 它们会比较安全 好 休息一下广告回来之后 继续请教张家轩老师 你不理财 财不理你 让理财大亨来找你 继续回到节目现场 我是刘韩竹 接下来请教家轩老师 一样带我们从美股看起 而且今天特别要琢磨 再来去废半上 对 没错 韩竹我们昨天是不是 有对这个美股来下一个定论 我说不会大跌 应该是小涨跟小跌 可是没想到昨天连鸽派 鸽派也支持升息 惨了 昨天美股一开盘往下跌 我想说我今天搞不好要请假 因为我预测说不敢来了 免种种 但是没关系 继续解读 早上起来之后 废半是涨的 然后NASDA跟道琼是小跌 蛮符合我们昨天的预期 应该就是小涨小跌 因为刚好废半小涨 然后NASDA跟道琼小跌 好 我要讲一个东西 你会觉得说 好像鸽派也支持升息是利空 感觉上是 因为鸽派本来就是 要维持宽松利率 可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读 鸽派到底看到了什么事情 也让它转向说要升息 那现在大家应该影响盘面 最重的就是Omicron 对 好 Omicron的一个部分 大家很清楚 两年前其实美国是降息 然后这个降码大概四码 对不对 那为什么要降码 降那个利率呢 因为疫情的关系 可是这一次的Omicron 现在这个每天的确诊也有百万例 跟两年前有什么不同 那到底他看到了什么 很简单 就是刚才风路讲的 Omicron的杀伤力的确是不强 大家还记得吗 英国两年前是不是 有病种病毒 不是 让它自然免疫 群体 这个群体免疫 可是造成了医疗体系的崩溃 因为那时候新冠肺炎还很严重 所以那时候 你用自然群体免疫的方法没有效 可是这一次搞不好有效 你看美国每天百万圈 可是它没有封城 所以我认为 鸽派应该也是看到Omicron 对于未来应该的影响不大 会有群体免疫的一个效果 所以我预计美股 今天还有一个重点就是飞农 因为两天前那个小飞农 也就是ADP的私人就业人数 非常好 美国的经济数据非常好 可是鹰派跳出来 那鹰派跳出来就造成美股重挫 好 今天如果我预测 我不预测股价 我怕我下个礼拜不能来 我预测这个飞农应该数据不错 但是我希望 我希望那个鹰派或者是说 要希望生息人再跳出来一次 再利空再来测试一次 如果今天晚上的美国 有利空测试的话 那它不跌 那我认为会对于 未来下个礼拜的台股的一个走向 会比较理想 这个是从美股的角度来谈 好 那台股 我必须说就线论线 台股 不好意思 没给它民主 我昨天说这个100点 一定不是散户拉 一定是由主立法人 或者说政府基金anyway 但是今天早盘10点就破了 我说你有信心要守 你就要把它守住 结果没想到10点就破了 那破了 我继续对着镜头向他们喊话 好 那破 破旧线论线嘛 三天往下跌 的确有短空 可是我的看法跟风路差不多 我用一条上升趋势线 跟这个平行轨道线来看的话 这边差不多就会有一个支撑 因为它是一个多头趋势嘛 这是短线的短空 可是如果说到下礼拜来这边的话 我认为应该会有得到初步的支撑 因为我们看过去 如果说用非波南系来算的话 这边五天的整理 这边大概七天 五到八天 那下礼拜可能上半周 可能还有低点 可是接下来如果说美国直稳的话 那台股 我认为应该也不会有太多的这个低点 那下礼拜应该是先下后上的机会会比较高 那我要帮投资人问一问 投机股特别指的会是什么样的族群呢 记得吗 两年前我们有讲说 选股方向要往高殖利率跟低本益比 是的 昨天在跌什么 股王 对 西利KY 因为它只配14块 殖利率一%都不到 好小气喔 对啊 好 那再来今天跌什么 跌这个3707的汉蕾 因为它去年前三季赚不到一块 那没有错 它有提材面 可是你交不出成绩单的同时 市场上就会用放大镜看这些股票 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说 你还是要往这个高值利率 低本益比的股票来做选举 那金融股当然今天是一个 撑盘的一个要件 就是撑住指数 但是我认为电子股下礼拜要先转强 这个行情有机会再先反弹 这个是对于大盘的一个看法 好 那接下来 就是我们第一次上节目 我有提到这档股票 在12月27号金元店的部分 因为当时候联发科很强 那我说联发科有六成的产能 后段的测试的定单都交给金元店 好 你看金元店今天 虽然有一点上影线 受到大盘 非战之类 可是它是不是站上月线 大盘现在还维持在月线之上 它算是很强的一个一档个股 那你去看嘛 它有没有基本面 有 12月营收32亿历史新高 一般电子股在第三季都会见到高点 可是它竟然第四季还在创新高 所以我认为就是说 下礼拜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1月10号联发科 还有台积电公布它的营收 我认为如果说连后段的测试 都不错的话 那金元代工或者是IC设计 应该它的12月营收 应该也不会差 那你去看 它去年的单机获利 这个整年获利有4块 那以四字头来讲 本益比11倍 不会很高 那这个就是 你可以去留意的一个方向 好 那么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一个产业 就是说在未来 其实有机会往上的一个产业 就是面板驱动IC 你看这个图表 这是去年大概成长的一个幅度 跟前一年 你感觉好像不多 可是去年的面板驱动IC 是不是飙翻了 因为一直在涨价 那当然今年还会比去年成长 好 重点来了 为什么我要介绍这个产业 很简单 这几家公司在去年 是不是都大跌过 那大跌过 股价跌升就是最大的利多 它的基本面 如果没有太大的一个改变的话 我认为 大家去看 我点几档比较重要的股票 就是像联勇的一个部分 其实你可以看它 它第四季的营收只衰退3% 那面板跌那么深 可是面板驱动IC 它的营收只跌了3% 那股价竟然跌了4成 那我觉得有点跌超过头 那当然今天瑞鼎上市 恭喜有抽到 抽到这家公司的人 现赚大概有22万左右 那我认为去观察 瑞鼎如果说有投信 跟这个外资进驻的话 也许在面板驱动IC 它有机会得到一个 比价的一个效应 那如果说就产业面来讲的话 第一个 面板价格已经趋缓了 所以我认为 面板驱动IC 至少它不会再叠价 那第二个部分 它的新应用 明年的这个 M1A的一个渗透率 其实有高达这个 5成的一个机会 那各家也纷纷的往车用 或者是公共的部分 像瑞鼎 他今天董事长就有出来 车载跟公共的部分 它也要跨入 刚才我有讲的 M1A的部分 这个都是明年它 很重要成长的一个态势 那所有这些驱动IC的一个个股 本益比都不到10倍 你说便不便宜 这个就是接下来 如果行情震荡过程中 你可以去选取 那我会比较 prefer在前两家 这个是 这个产业的一个概况 刚才我已经讲过了 那明年的一个成长 今年的一个成长 大概就是会在这个4K 还有这个8K的一个电视的一个部分 会成长一倍 然后驱动IC的一个部分的叠价 也会趋缓 所以这个明年会再成长 然后再来呢 好 瑞鼎 有没有看到 今天下来之后这是一个景线 对 今年会争取更多12寸的产能 那表示他看好后面的一个状况 46.95元 以现在一个价位来看的话 本益比真的很低不到10倍 那莲永一样 莲永如果说跌到这边的话 你去看 他的前三季获利45.9元 如果说今年配40块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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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